哈喽朋友们好久不见呢 今天终于被放出家门了 来带大家看一看东北地下商场里的盒饭 昨天出门的时候买了 感觉太香了 决定再给大家拍一拍 它不是那种自住的了 它是自选的 就是像食堂一样打几个菜 就是多少钱 昨天晚上下了一小长雪 虽然不是很厚 但嗷嗷冷了 嗷嗷冷 这是一个很破旧的地下商场 好像一万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 有好多地下商场都是这样的 它没开门 好看没有开门 咱们去买点别的车 给你们看我的耳朵 都得好得好的 咱下次还点外卖吧 太冷了我也不愿意出门了 你们看这个 不要往无尽买完滴里走 来买一个炸酱面 要那个辣炒的 要一个辣炒的 要特辣的 昂格斯牛肉 那就这个 要糖醋肉 买回来了 一大豆 朋友们 拿回家吃饭了 那个盒饭我一定会给你们拍上的 它真的很香 给他们拿回家了 第一个是 这个糖醋肉 本来想点炸鸡 但是怕它炸鸡不好吃 这个是什么 安格斯 安格斯烤牛肉 还有一碗 辣炒炸酱面 我要的是特辣加辣 他们家的辣炒炸酱面 怎样好吃 还送了一包包肉的生菜 它还给了大蒜 就是不太多 把这个肉 给你们倒出肉 去切了 不爱在家拍视频 就是因为 每次都要给大家摆得好看一点 哪有人吃饭这么讲究 这个糖醋汁给它浇下去 这不就是锅包肉吗 不用撒料汁的锅包肉 有点硬的 看你俩成道心了 这边还有一个 我糖醋汁没有炸鸡咬着比较顺畅 有点肺牙 干嘛呀 这个是辣炒的 它们家辣炒炸酱面最好吃 我第一次吃它家 就是因为它家的辣炒炸酱面 我记得我看韩剧的时候就可羡慕它们吃炸酱面了 我被封夹了几天 那天刚被放下了 甜甜也被封夹了 她老不高兴了 给她吃了一碗发米饭 开心许多了 过来人家吃饭才能带给人动力和财心 我觉得这个炸酱面就是你在哪吃那种素食的 都没有这种电源炒的好吃 而且它里边特别特别多土豆的时候 你们看啊 东北就有多冷了 到家 它这个酱就有点凝固了 我还打车回来的呢 我打车那个地方到我家 就是一拐就到了 我实在太冷了 我打车回来的 尝一个 什么安格斯 什么牛肉 嗯 不错啊 我妈总在哥拉去啵啵店买那个牛排 合成牛排 你们知道吧 一坚持就碎了巴基那个 她也觉得很好吃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过 买没买过那玩意 她还当好玩意呢 还不舍得吃呢 包一下 姐姐馋 姐姐腻 加上生菜就有一种多了一股子那种有机丝料的感觉 他们家都是我推而求其次的选择 因为那条街这好几家好几家都不开门了 就剩这个了 下次点外卖吧 我看好多人还问我 大鱼是什么犬种 你土狗吧 那还能是啥犬种呢 它长得不像中华甜蜜犬吗 我记得之前我还撒谎的 我骗他们大鱼是埃及犬 大鱼就是特别容易炸毛 它那个后背毛吧 它一害怕全炸起来了 完了就管它叫埃及骆驼犬 谁土狗 是不土狗 是不是名贵犬 你有钱吗 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身世呢 这狗子吗 有点后悔着 吃了一无粉面的味 麦可可厚了 最近多吃点肉了 我家买了个提纸秤 一侧蛋白质含量不足 多吃点肉 多吃点鸡蛋 我原来减肥的时候就是吃肉吃到饱 但现在不行了 一顿不吃太熟我就闹了 最近大家都看世界杯子吧 那天是啥这张 日本队那天我朋友圈有过年 买了七万块钱的日本 足球反正买别墅靠大海啊 你们说它是不是披的土啊 这里那么多吗 朋友 太咸了 太硬了 明天还吃麻辣烫吧 你俩这么消停的突然 哎呀睡着了 亲 嗨 爱几确 哎呀你们看啊 当于这个脖子边上那两组毛掉完了之后 显得可瘦了 是不是啊 可呆了可呆了 哎呀 有其母 不有其子 妈妈爱吃面食 孩子也爱吃面食 我们家肉啊啥的都差啊 当于但凡看着饼啊 饺子 馒头这一类东西 都走不动道了 吃一口啊 买的那个蛋煎饼 本来像当做晚餐的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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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真好吃啊 给大家看看狗吃东西吧 哎呀呀 一根 鸭脖 哎呀真香啊 哎真香啊 真香啊 哎真香啊 尝一尝 风格哪个美身能吃吧 没味着 嗯 挺好吃的 就跟烤鸭脖似的 哎呀 你吃小的 你吃大的 吃吧 吃完了 熟熟熟熟 给你们听的特别嘎嘎嘎哦 哦 今天吃点子 瓶子 感谢观看